三个爸爸 三个家 葛祖辉 梁文杰 黄承斌 三个小生 爱回家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三个小生爱回家 欢迎欢迎 你好吗 是啊 葛祖辉 我们要用科技去做节目 是啊 真的很不同的感觉 现在我们这边加拿大都叫做 这个情况都两个月 两个月以上 我想生活上的东西都习惯了 都习惯了 还有听闻都好像慢慢慢慢都会 叫做松一点 因为那些 有很多不同的消息都说慢慢的食肆各方面都有些改变 是一件好事来的 没错没错 不过每年温哥华到了这个时间 其实你知不知道什么人是最多的 温哥华其实是一个很重点的旅游的地方 当然 譬如说好像我和你这样 可能是都会去一下 现在就是加拿大 但是我们都可能会想一下 因为我们在香港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会有很多香港人去的 日本啊 台湾啊 韩国啊 这些地方 但是过来这边的话 其实我们都会入乡随俗 就玩一下这边一些旅行 比如说去墨西哥啊 又去一下cruise等等的东西的嘛 但是呢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其实呢 我也知道旅游业的影响是很大的的 我说绝对呀 葛造辉你这样说真的 搞到我们心痒痒生痒痒 真的 真的要搞搞他想想想 是啊 所以我们也都因应这个疫情呢 我们特意都请了 在旅游业界呢 在温哥华呢 我相信没有人不懂的了 这位非常非常出名 也是慈善那方面呢 都是做了很多功夫的 那我们不如有请Glanis 陈开心好吗 Glanis 你好 是 大家好 哇 这么隆重介绍我 真是手之有愧 我们很荣幸可以请到你来 我们的节目做嘉宾了 因为呢 你一定是在这个题目上呢 是一定是有一个分量 就是可以 直接是可以 可以告诉很多人听 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那就是表现我老的 资深 我们叫资深的旅游从业园 多谢多谢 这个年龄是没有完全关系的 没有任何关系的 没错没错 总之我们的心最重要是不要露一下 所以要去多些旅行 那人身心都会年轻一些 但是在这个环境之下 有什么办法呢 我只是用一个 惨字去形容我们这个行业 因为自从由中国疫情开始 就是一月底了 来到今时今日已经好几个月了 就是说所有的业务性都是停顿了的 唯一就是现在可以做的就是 帮助客人取消机票 重新再编排过 或者是退票那个手续性的问题 嗯 其实就是换句话说来说呢 其实疫情对这个旅游业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之深的 打击真是好心意愿了 这次过往我们都试过 就是所谓沙士的时代 是 或者美国 我那时候是香港的 所以我历力在目 那个问题我们都面对到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算美国911那个问题 我们都可以面对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次我们整个行业 就不论你是做接待旅游 就是游客 或者我们对外出外旅游 飞机票啊游船那方面 这个整体业务上呢 真的大家要停顿了 正所谓吃饭 放下对筷子了 就是爬饭嘛 头一头都不是 直接要差不多放下筷子 离开桌子 真的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 一个你可以说休息也好 或者停止工作 那你又不是很说得对啊 我说Derek 为什么呢 我们虽然现在所有旅游者 基本上是不开门 做这个刑截方面的 但是我们回到家 其实我们都还是在做东西的 我们在做东西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疫情一直发展到 今时今日呢 我们还是继续不停的帮助 就让人更改机票 退机票 就算更改机票 做完一次呢 又第二次又取消 又再做 做完第二次 第三次第四次 我都试过了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可能就 开头的时候 就以为两个月OK 怎料两个月又不行 然后一路退一路退一路退 是啊 因为孔司那些班次 就是因疫情之下 会有所再更改 比如说原底改了的日期 那怎么知道 现在来到这个环境 又要再取消班次了 或者是所谓 每个国家的政策上 比如说好像封关那个问题 美国和加拿大也封关 之前香港也是在做封关 很多城客 要经过这个国家转机 去到自己的目的地的时候 那你一封关 就是不可以转机的程序 那你又重头再做那张机票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说 好像你说回家 我们回到家做工作 其实我们不停都还是帮着客人 在做这个环节性 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做 或者是什么时候做妥了 是完全没有一个时空 给我们停止的 就算现在你说 就来5月底了 那我们有暑假 来着那些订位 6、7、8月已经订了的 现在客人会不会 依其去 航空公司又会不会 依其出发 或者政策上 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嗯 所有东西都是等 早上8点钟 杜鲁多出来的时候 他说什么 那才有一轮的公布 那些东西一直都不知道 是啊 因为你做一个旅客来说 你要靠飞机、船 或者陆路的旅游车来说 你很多的信息上 可能是有息息相关 那会影响到你的旅程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其实整个旅游业界来说呢 是前所没见过这么大事 就是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就是想当年就算是9月1日或者沙士都那个时间 可以说比较短一点是不是 可能是在说两个月 或者是最顶碰三个月就已经可以叫做恢复正常 没错 因为其实所说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有一个渠道 看得到疫情或者事件将会什么时候停息 因为比如说沙士当年只是某个国家 或者某个城市有这个问题出现 但是不是整个世界 你911是美国之间的问题 那我们就避免了去美国 那我们还可以世界各地从个地方所去 所以在生意上我们不做这里 我还可以继续 但是这次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全球 就是你去哪里都死的了 那你静了 变成了情况就说完全要停顿 那你停顿更惨 就是说不知道现在的疫情是去到有多坏 或者有多快可以安定下来或者控制到 现在到今天为止 我们所谓政府发放的新闻消息 或者我们卫生局发信的消息 都是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给到我们 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停止下来 我们可以回归正常 我们现在是没有一个信息的 所以现在我说请你去旅行 你都未必想去 绝对是 一来就像Glandis刚才所说的 你去到那个国家的情况 你入境、出境等等的关卡 究竟会不会一会有14天、21天 你要有个时间留在家 又或者你坐飞机的过程 其实又安全不安全呢 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 是的 比如最近我有个朋友 他本身在美国近纽约住 他就飞回香港 但以前直飞航班很快而已 十几个小时 终于他都搞了差不多 由启程到处回到香港机场 都搞了48小时 哇 因为香港到处的时候 他要受疫情的检查 就是make sure 到他由头到尾 终于用了48个小时才可以回到家 然后回到香港之后 现在要隔离14天 其实你会影响了很多人的心态 是不想去旅游那个环节 就算是那个价钱 不要说价钱 就像刚才Gennis所说的 我请你去 你都可能有些人要想一想 是的 我现在请没人去 我叫他请你 一天游你都不想去 你会多谢我 Thank you 因为现在你说政府的政策 就是叫做距离 Social distance 或者家居的隔离 很多环节是令到旅客 是真是 看着那个脚步 就是不想走出去 嗯 你出去根本上都没什么玩 你没什么玩 就是我不想 病不病的问题 纯粹 但是你根本上很多地方都关门了 根本上你去的意义都不大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Gennis 就是 是不是现在你说很忙的工作 大部分都是我叫现有一些很幸 行政上的帮一些 去更改机票 但是新 就是譬如新客人 新生意 其实真的少之又少 或者差不多 差不多 停顿了 是 新的生意 可以告诉你 完全谈不上的了 就有 都是那些叫做 好真的 紧急事情 需要去 就是做一个 这个旅程 那就会做 但是现在 我可以和你们开玩笑 也是真的事实 客人打回来 问机票 想在5月或者6月 订机票走 去哪里都好 那我回答的客人 你暂时不要订了 那你听到很搞笑 有生意都不做 你推翻他走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今上真的看不通 那个疫情 究竟 可以在什么时候 会终止脚步 到5月底 还是6月初 我们真的看不清楚 那现在航公司的航班性 亦都很不稳定 譬如最近 我也做了几个案子 就是说 原本已经改了第二次了 那现在航公司又改了 一番次 又取消 那现在又再到第三次 那你订来订去 订到你真是一个繁殖 那既然你不是十万伙 我说你不是有急切需要的话 那我请你停下来 留守家中 听到疫情过后 真的需要了 你再打电话来 再和你做 那说出来就好像很搞笑 我现在有生意都不想做 你现在 哈哈哈哈 你这样听上去 不知钱不知后 就发觉是否赚足 赚足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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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 一月尾到现在 我们要和客人更改机票 就是说在上两个月 可以用一个叫做真是走灾难性的工作环境 因为当航空公司取消班机 这方面我们又要很紧张去找到一个机会给客人 就希望用最低的消费 就是说你这张机票可能要补差价 或者要买另一张机票 那用最低的消费的时候 我们当然是尽量用心去找一张最便宜的机会给客人 而又不会添加麻烦的 没错 不会被封关的问题阻碍阻碍 所以我们真的告诉你 过去那两个月 我自己个人来说 经历过几十年的营运生产 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 真的海外海厅有点害怕的 就是说客人回不了来 去到这里 我们不如等下一节回来的时候 我们再和Glanis继续长谈 好 稍后再谈 稍后再谈 Hello 各位 欢迎回来三个小生爱回家 欢迎大家回来三个小生爱回家 Hello 刚才在广告前 我们和Glanis说了 常常关于Glanis帮客人去改机票 改完又改 最重要是什么呢 改到怕客人都不知何时回来 或者能不能回来 就是给我 刚才一咪后他说 其实是发我梦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真的发了我梦 但我从来这个行业几十年 真的没试过这么刺激的工作环境 因为你那个行业取消班次 或者是政府改那个所谓封关的问题 你是任何时间都不会知道 什么时候会知道的嘛 你知道的时候你要配合 就是行业的班次性 或者客人能不能够起行 再加以那个政府的封关条例 能不能够做得到 我给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 我已经和这个客人 改了三次机票 就是他本身某一间行业 是经香港回加拿大 在泰国的 那谁知道航班又取消了 那我就和他改日期了 过好了 以为他可以过一个星期后回来 那谁知道呢 香港政府就出了个例 就说任何人士 不能够经过香港转机 去任何国家地方 那机票变成就是用不着了 那就是取消 那你取消那客人怎么办呢 要回来的嘛 那现在的客人又很紧张 不停地每隔几个小时打给你 那时候你和他斗快斗紧张呢 那我就要快去找机票 找第二间航空公司的机票 好了 那我本来很开心 找到一个机票 经过台湾那边 那我就以为找到便宜票又好 行程又对了 客人又开心了 沟通完就说好了 出票了 谁知道隔了没有结论 再看清楚 哎 弊家伙 原来台湾政府都封关了 转机不行 那一次又不能用 那再找 你知道每一个国家封关 我要看清楚 因为每日封关或者是改例呢 都是天天新鲜 天天一个不同的 不是很快的 出的 要很快的 明天说的 明天已经不同了 可以告诉你 很多次 所以终于我又很幸运 找到日本转机回加拿大 嗯 那当时我还没放心的 还有 头尾还有三天 就是客人要回 我就休捉他三天 挂他三天 更惨我自己的家人 哈哈哈 所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担心 日本政府又会封关 绝对有这样的机会 突然 随时有机会 因为已经有 少少微微的识讯出来 就说可能会封关 那我说 追趕跑 走烂 那终于呢 就幸运了 就到了客人那天 去到机场 暂时都没封关 那我都没封关 为什么呢 因为去到日本 可能就是那时候才封关呢 所以我说 你去到日本 你不要大安置愿 我说你还要日本 在日本上到飞机 飞回来军事 你先告诉我 就是我安心 所以我跟客人说 我说你去到日本 上到飞机 你要打给我 你去到飞机 那你就睡得着了 一口气 那你说 是不是真的很做噩梦 那然后呢 就开玩笑 我说 你回到温哥华 第一件事 你不要打给你太太 因为是一位男士 我说你打给我先 因为为什么 我想知道你真的回到温哥华 嗯 否则会不会转到哪里 是啊 就是 我 我是关心多过你 太太关心你 因为为什么 我不知道你去了哪里 就是会 嗯 嗯 那这个过程 其实真的告诉你 在这个封关 或者航班取消 真的令到我们吃京风散 我有客人形容它 叫做走难 我想是在我们这一代 或者甚至我们上一代 始终都叫做太平时代 就是刚才听Klanis这样说 其实 现在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以前 比如说我们搭飞机的 或者转地方的 因为 完全是没有封关这个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去哪里去哪里 就很理所当然 今次这个情况 就是因为 你去到那一站 你都不知道 究竟 那个国家 他的政策是怎样的 是的 出入口 是的 所以 我想 除了你之外 真的 那个客人自己本身 都很紧张 是的 会的 其实客人真的会很紧张 怕不能回到加拿大 因为 如果你封关 你在外国的滞留之下 你可能住宿的问题 是一个成问题 是的 那再以 你 能不能够 按一个时间 可以飞回到加拿大自己的家园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那有些人说 那不怕 政府会接济你 或者怎么样 但如果你是其中一个客人 你不是好像 比如说 我们上次看到船公司 就是那个问题 那我们加拿大政府 派飞机去接那班人回来 那里是说人数 是有差不多的 是啊 但是个别事件很难 你是没有了这个基层的重要性 那你可能要等政府折制你 或者救济你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更复杂 和比较有一个忧虑 就是我们在这个旅游市来说 其实我们跟客人是同步而行去经历过这个疫情 就是大家的关系性加深了 我们都很开心就是说 真是能够帮客人去共同走难 而它安全逮捕 就算现在我们有些客人 是在中国是回不了来的 因为他们的班次就取消了 暂时叫做制 不过他们的阻留 我们就不担心他 因为他有地方住 在自己的家乡地方 那我们叫做安心他 但是现在我们还在这儿惆怅 就是怎么可以和他 尽量安排的航班 尽快可以在短期内回来 其实是一直在做事的 嗯 但是如果 那我就很快想提出一个话题 如果你自己上网订 或者直接和航空师订机票 你猜你们会怎样呢 是啊 这个正正就是我 其实都想问 想问这个问题 因为给我感觉 Ganis是一个很 虽然你发恶梦 但是都是一个很负责任何的从业员 发生或者所面对的事情 令到你发恶梦 如果我不是找了你帮忙 不是找了一个旅行社的从业员帮忙 我就是自己更加在发恶梦 就是如果我自己在网上去买机票 我真的想 我找谁帮忙呢 谁帮我追呢 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其实我在华杰之星都曾经都讲过 这个重要性的问题 因为当你自己上网订 就是我们叫做第三者的网子 那就不是好像我们说有个写字楼 或者是这个正常在我们省里面的 旅行社的服务单位 就算你直接和行司网上订机票 你都会蒙受这个很大的 所谓灾难性的 深深疲累的架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尤其是在高峰期 我们讲的2月和3月份的时候 高峰期这个疫情 航空星的电话是响过不停 是没有人接听的 绝对可想而知 而你如果第三者的网子 就是所谓什么 什么.com的那些网子 就是你不知道在哪里的公司 你直接打电话是没有人理你的 正常跟你讲到任何电话 也通通电话也好 它是给不了意见你 只是叫你取消一张机票 买一张机票 就是这么多 它会不会帮你去追赶跑 去找机票回来 帮你完成最大的困局是什么呢 你现在在外国制留了 那你怎么办呢 或者你在加拿大还没出发 你将机票可以怎么做呢 是没有人可以帮你的 在那个环节上 我希望在这里和大家呼吁 我们所谓传统性的旅游公司 我们是根据BG省政府 或者我们加拿大每一个省份的条件之下的营运 我们是有一个职责 有一个义务 如何去照顾客人 所谓由开始到你回到家 那个过程我们都是stand by 的 也用我们的专业 就是我们如何去帮客人解决问题 如何给你意见 或者用一些最便宜的机票 或者说便宜的机票 不是一定有好处给到你 而是需要比较贵一点 而好处在哪里 就是很多个分析 我很希望观众今天能够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都是明白到一个传统性的旅行社 给到你的服务 不是单是买了一张机票给你 那么简单 或者是和你订一个旅人团 那么简单 我们还是继续服务给你的 这件事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分享 因为我从来都没试过在网上买买机票 你说我比较传统的东西 怎样都好 看得出来是传统的男士 很多时候和太太负责安排一些机票 或者各方面 我们无论在香港也好 或者在这里也好 我们都是倾向 不是倾向 其实全部都是 都是找旅行社去帮我们安排 始终 刚才Glenis说的东西 就是会比较仔细很多 第一 比如说太平盛小的时候 我们的行程各方面 其实都是很仔细的 订一些餐 尤其是我们有小朋友的时候 可能吃一些儿童餐等等 就叫做给我们一个安心 安心来说 就变成了 不会说你在旅行的时候 因为这些行程上的安排 或者可能有些出错 始终你的人在外面 所以如果你是因为这件事而失误的话 反而就可能对你整个旅行的体验 扣分 扣分和紧张很多 会价其实你经过网上订机票 和旅游社订机票或者旅游团 是有很大的分别 因为我们是真的面对面 就算你现在不需要到我们社之后 谈谈你的旅游节目也好 但我们都是有很详细的资料 告诉你如何分析 而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你出发之后 那个重要性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出发之后 你出了门口 你只顧着旅行 很开心 但是很多时候 航班上还可能是更改的 或者旅程之中 有些是所谓阻滞的 当你有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们旅游社的职责 义务性 是需要帮你搞好一件事 譬如航司取消班次 你又去旅行 那你哪有时间搞那么多东西呢 你哪有时间去打电话 去找你的agent去做 那我们当然因为 和航司的网上是有联系统 联系统了 我们会知道你的班次有更改 或者是取消了 那我们用什么最好的方法 和你调教那个行程呢 那这个都是相当于 时间和经验去处理的 那如果这样你经过旅行社做 我们就变成了和你解了很多的烦恼 或者是 减省了你不必要的麻烦 那我觉得这个旅行 刚才阿祖士华说 旅行要开心 你要安心的时候 那绝对 其实传统的旅行社 给到你的服务呢 真是很重要 我相信 大家今次在这个疫情上 都很多网上的客人 都有同感 真的 以后不敢在网上订机票 我又给一个例子 在我的疫情里面 有一个客人我不认识她的 那她真的帮她的妹妹 就是订机票 那她妹妹呢 就是去了澳洲 和一个BB 两岁以下 那她澳洲开始封关 那她的妹妹想回来 但谁知道她在网上买机票 那网上的agent 是帮不了她 不特止 电话都没有听的 那这个情况之下 她当时又急 又正所谓 在资讯上又不知道有什么班设 那她就找到 这个温哥雅住的妹妹 她又打了电话 找了很多旅行社 那我又 好彩和不好彩了 她找到我 找到你求救 我听电话 是的 那她很紧张 我都和她紧张 她说我妹妹怎么想 立刻回来 那当时我和她找机票 我告诉你 剩下一个位 就是两天后回的 那这个位呢 就是商务仓 那就要五千多元 一张机票 但是如果三天后才回呢 那就可以买普通仓 三千元都不用 那当时 如果你做客人 你自己搞制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是不是订个普通仓 我省了这么多钱 我是夹了一日时间 或者两时间 我是应该没有问题 但我当时说 no 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现在是在说封关 我们在说疫情的问题 现在你要马上走 就算你将商务仓 所谓贵 但是你得到的服务不同 但是你可以即时走 这个意见性 都是需要第三者 类似我们旅行社的 有经验的人 或者我正在做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很多个案件 就是可以提供好的意见给客人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一个值钱的东西 好 我们可以继续 我们下一节再和Glenis 去长谈关于这件事 好吗? Hello 大家 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三个小生爱回家 是啊 葛祖辉很紧张 好紧张啊 刚刚刚讲到 欲知后事如何 好 那我们有请Glenis 继续和我们去讲解了 好 那刚刚才 如果我们当时 不能够和客人 解释清楚 说服他 接受我的意见 说给商务仓的票席 回来加拿大 就是有可能性 他会再无多个风险 就是三天后的飞机 可能是取消的时候 他就回不了 所以我那时候 真的用了很大的心机 要说服客人 要花多些钱 令到自己 一个女人 带着一个两岁的BB 为什麽要给 五千多元的机票呢 是有原因 因为保障他的安全 和保障他可以回到加拿大 就是很幸好 这个客人真的听我说 就是接受了 虽然是花了几千元 但他回到加拿大 他就给电话 很感谢我 很感谢 可以安全底部 这个情况 当然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都很开心 可以帮客人解决了 这么有走难性的 这个也是发了两个月 我刚才这么说 发了两个月 噩梦走出来的经验 所累积 这两个月或三个月 发生的事 刚刚就可以把这方面的经验 和客户和客人 做一个分析和分享 令到他可以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因为我相信 如果他在网上买 我刚才都说 我当然要过两千多三千元的机票 差两三天而已 我都没理由给双倍价钱 但往往如果我自己买 就应该 绝对不知道这方面 就是前因后果的经验 纯粹以两三天后 便宜这么多的价钱去做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 是正正网上购买机票做不到的 我相信这次疫情之后 大家都会看得出 例如刚才Glanis说得很详细 就是那个分别 可能真的会 虽然你说网上是有 因为现在什么都上网 所以变成了一些人 就用这个方式 或者方法 去觉得这件事是好的 但是始终 刚才听到Glanis这样说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advice 和那个帮手的安排 我相信应该来说 都会 我自己看法 都可能会有所 就是那个客人 当他决定这件事的时候 他应该都会有所改变的 是的 我又补充 虽然现在我们说的疫情 有这个紧急的 所谓决定性 其实在平时盛世之下 我们也是有这个作为 可以做到给客人 好像去年我有个客人 去到马来西亚 就是最后一天行程 怎么知道 就跌了 进了医院 就要滞留在马来西亚 两个礼拜 在医院做手术 那当时他的机票是普通仓 但是他要搞那个过程的时候 他的女儿就说 和爸爸妈妈 在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 就买普通仓 就OK啦 但是当时我也是给意见 因为妈妈她做手术 是要躺在床上 所以妈妈就买商务仓 就绝对没有反对的了 但是他就说 爸爸买普通仓 那我也是给意见 我说 如果你爸爸买普通仓 你妈妈有什么事上来 他一个人坐在飞机里面 是空中小姐的服务 都未必做到足够 那这些过程上 在盛世之下 都可能会发生的 而我们能够给到他的协助 跟他的女儿 订张机票 由温哥去马来西亚 跟他爸爸妈妈那边的接合 接着将原底父母的机票 更改成为一个商务仓 这个过程上 其实很坦白告诉大家 我们有很多的工序要做 不是很简单的 所谓订张机票 要求其改的日子 就算你补多少钱都好 其实有很多的环节性 大家是很思维 如何去做一件事做得好 我真的希望跟大家分享 刚才说到现在所发生的情况 Glenis 我又想了解一下 你觉得未来旅游业 将会有什么挑战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我做了几十年 我到今天我都想不通 现在我们的旅游事业 究竟可以去到哪个所谓好境 因为现在封关的问题 行司取消班次 减低了班次 而在经济全球性 又受到经济影响 就是没有工作 做生意做不到生意 其实在过去 大家也都看到 所谓船公司 就是那个疫情问题 令到很多船客 就是走不了 那种恐慌 那种恐惧性去旅游 到今时今日 我相信大家就是 溺溺在目 所以如果用一个简单说 就是说 现在人客来说 就是很恐惧性去旅游 在这个恐惧性去旅游 在这个恐惧性去旅游 就是一个最大的关口 我们是过不了 但这件事要往往 真的要 我们叫做回复的 就是可能过了这个疫情之后 看回头 就是往往就会想 原来那时候沙士 我们应该怎么做 现在我回头看回头 可能要等到什么 可能有人说 疫苗出来了 大家打了疫苗 没有问题了 才可以去 所以我在想 刚才如果加上两个题目 就是旅游业未来的挑战 和那个叫邮轮假期 未来的发展 我自己在想的时候 会不会在邮轮假期上 会那个挑战会更加大一点 因为 会的 是很大的挑战 突然之间 我很想去游轮 我妈妈说 我想去阿里斯加游轮 但是突然间这件事 再衍生出来 那个影响 好像比起搭飞机更加夸张 这个可以这样分析的 首先我们说搭飞机 就是交通网络上在空中 那很多时候我们 因为来自其他国家移民 那当然你还有其他人 在自己原底的国家的地方住 那很多时候 我们叫做家庭性的需要 我就要去 比如回香港 那这个呢 就是有所必然的 里程碑 会做到的 但是 由船河呢 就是一个旅游的所谓享受 现在见过几次船公司 那个所谓灾难性的问题 很多人的心里面 是有一个恐惧症在那里了 有陰影 没错 现在船公司 好几间的大船公司 就已经是宣布 将未来的 这个所谓 我们阿拉斯加旅游 或者我们全世界的旅游的目的地 就是停运到年底的 那就是说 现在你上去游船 你都会有一种恐惧性之外 还有限制的选择 其他船公司的路线 而你心理上 能不能够过这一关 就是坐游船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关口 我们现在还在说的 也都跟客人谈过 很多客人都说 我一年内 或者我半年内 不会坐游船的了 所以游船就会受影响是最大的 因为航公司机票 你还有 因为刚才所说的 你有可能家庭性的需要 或者生意的需要的时候 或者是商务 是的 你还是需要坐飞机的 就算你多贵 你都可能要坐 那这个就还有一个限度性的运作 但是游船公司 我自己个人来说 就是有担心 就是大家经历过这个 所谓 船上的灾难性的问题 而是会有很大的恐惧性 是比较深远影响了个人的心理问题 这个就是会影响了 你知道了 游船河通常都是我们说的 年纪比较长一点的成熟 是的 是的 那现在我们成熟人 就是在身体健康上来说 就是在身体健康上来说 是少欠佳一点的那么多 就会怕这个疫情的问题 因为你坐飞机去旅行的话 除了在飞机那程 其实你可能是长的 可能是十几个小时 短的可能是两三个小时 就已经可以了 你落到地之后 当然要看出入境的关卡 但是如果疫情是稍稍地放缓的 其实可能都不需要隔离14天 可以照正常去玩 去不同的旅游景点 但是游轮往往就是 你不是十几个小时 你可能真的是十天 或者十几天 因为我之前都听很多不同的 看报纸 有很多不同的广告 在疫情之前就推很多邮轮假期 去北上阿里斯加 南去加勒比海等等 就给我的感觉就是 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疫情 发生的时候 其实这个邮轮假期的 发展潜力应该挺好的 你可以长长短短都可以调交到 但是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 挺大的一个极端 反过来就说它的热量 往往就像刚才金尼斯所说的 比起旅游业或者正常的飞机 或者陆路那些 影响会大很多很多 我就在想起 会不会 那游轮慢慢慢慢慢慢有影响缩 飞机或者短程的飞机的航线 或者陆路的航线 旅游业会不会慢慢慢慢靠它这方面去谷起呢 那现在再说回船公司那方面 肯定在一年内 我相信是有个萎缩的情况出现的了 因为船公司本身都要重新再评估过 它们的船上的设施 或者那个卫生的那个检疫问题 所以现在有些船公司 宁愿就是停了它的船期 直到年底 因为需要重组它船上的设备 而至于航公司空中服务呢 那现在其实航公司 已经开始有个制度要更改的 就说现在我们普通舱 例如一只飞机 可能坐到300个人的经济客舱 现在又是所谓social distance 即是距离性的问题 现在航公司坐飞机位 就是要不坐得那么密的了 不可以好像沙甸鱼那样 是的 一排位十个位就坐满去 就是营运上它就是用量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机票 为什麽便宜呢 就是用量的量大 就减低了支援 而现在航公司已经有几家航公司 出了通告 基本上就是说 譬如说一行位有十个位 它只有最多坐六个人 在六个人之下 那就是说它用的空中服务来说 都是一样的那只飞机 或者所谓的營運上的成本价 那即是说 特讯员将机票 会提高了价钱的了 而当时已经是高了 那将来再高到哪个水平 或者会不会回落了一点呢 现在暂时我们都看不通 嗯 即是没有便宜的机票 这一年里面不会有的 所以如果之前去旅行的朋友 那应该很开心 就是享受了最好的优惠 祖辉你也好 是啊 说一下说一下 那个旅行其实都是 Glenis有份帮我们精心安排的 我也说回那个经验 其实就是安排非常之好 我们也算是幸运了 因为那个疫情 就是刚刚赶到尾班车 因为回到加拿大 就已经开始 嘩 嘩 那我们再回想一下 那时候 一压汗 一压汗 很幸运 那我们就去到这里 那我们待会去到最后一节 我们再和大家再来聊一聊 稍后再聊 三个爸爸 三个家 葛祖辉 梁文杰 王成斌 三个小生 爱梅家 Hello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三个小生爱梅家 耶 回来回来回来 是啊 刚才葛祖辉 你又继续说一下你的经验好吗 哦 小小分享经验 因为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Glanis 帮我安排了一个行程 首先去中国那边 去江南游 然后再回香港 再回加拿大 那我回去的时候 是说的是12月 12月头的时间 是啊 是啊 所以那时候 其实武汉 应该就没有声器 但应该就已经开始有案例了 但应该就没有杀到去江南 就是上海那边 所以我们的行程 其实都安排得很好 因为我们有小朋友 所以我们那个团 其实主要 那几天的时间 都会坐旅游巴 之后就回到香港了 回到香港 就见亲戚朋友 stay了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但是那时候 就已经开始听到 咦 其实国内那边 已经开始来了 所以我们都在想 回到加拿大是怎样呢 也都幸好 整个行程 就没有 好像我们头的那几部分 那样说了 因为可能那个时间 就未去到那麽 critical 的时间 所以那时候 那些事情 是顺利正常 就是叫做盛世 那时候 那个环境 回到来了 那怎么知道 回到来了 香港那边 开始已经有问题了 接着国内那边 当然不用说了 亚洲那边 那时候加拿大 就还处在一个 觉得不是那麽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始终我们就叫做 有一个沙士的经历 所以呢 变成了我们就开始 严震以待了 也很感恩 这段时间 真是很幸運 最后都可以去到那个地方 但是 我相信 我相信 这一年半载 我相信 你有一段时间 你都未必需要 再去坐飞机去旅行 你都 好的了 基本上 我相信 见亲朋戚友 都是靠 视像 各方面 这就是正正引证了 刚才Bernice所说的 大件事了 大件事了 没有生意 慘了 都没办法的 老实说 每个人都害怕 就算 刚才Bernice也说 有一些 是必须的 可能是因为工作 或者各方面 他必须要去做这个旅行的 那他要去都没有口飞 但我相信那些 其实他自己都害怕 老实说 如果不是必须的 好像我们这些 回去探亲 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那正常来说 都可能会再去看更多的情况 周Sir 我听完你说完 我心里又说了 没办法了 这个是 一平常白性 心理的想法是这样的 是的 你说得是很对的 其实现在在我们行业来说 我们和行家都谈过 大家都真的很大个忧虑 就是好像你这种旅客 或者是商业务的旅客 他们都可能改变他们的方向 因为商业性 现在有很多所谓流行的 所谓Zoom 或者是视像会议 都会减低了商业性的人士去旅游的业务 这个又是减低了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营运性的生意的机会 好 刚才你又说完 你个别来说 都会有个忧虑 或者没有必要的做的事情 其实你刚才问我的问题 旅游那个未来的挑战 其实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那么经历过几十年 在温哥华 这次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了 不知道现在我们目前 究竟旅游市去到哪里呢? 因为好像跟这些行家谈的 有些就说 哎 这样的情况 我不如提早退休 有些是改转行业 那就是说 就算我们在疫情过后 大部分的行业可能都是OK 营运回 做回不要说百分之一百 正常生意的额 但是起码都会有得做 但是旅游社或者旅游市那方面 就是会有很大的忧虑 就是说一年半载 我们都未必有得做 而这一班专业人士 我们精兵的人士 就会转行或者退休 到将来短期内 或者一年后半年后 我们再来过的时候 我们找人又难了 很可惜的 就是他们如果 做了这么多年 接着转了行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 业界的一个损失 但没办法的 Derek 现在你真的不是说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拿着EI等那几个月 但是现在可能 真的在说一年半载的时候 好像说 有小孩 你要做工 要找食 是不是 这样的情况 你要转行你都没办法 就算现在你问我 我都可能考虑我转行都不定 如果我真的想不通的话 是吧 理解 到了一个真的退休年龄 那我又用个人分享 我做开事的人 你突然叫我停了在家 就是 也不行 所以现在我们的挑战 其实很多方面 不是单方面 就是船公司的配套 或者航空公司的配套 就是个人的生活环境问题 和客人的需求问题 这方面影响真的很大 Glanis 刚才我们所提及到的旅行 都是说可能是叫做 就是由加拿大出国那样 那在陆路的 譬如说在国内里面 那个情况又会是怎样呢 会不会撒出血路呢 刚才你说的 最后一定是血 我就告诉你 现在我用我形容我自己 我剩下一滴血 我这滴血就看下怎么打出去 因为航空事业又有一个问题 船公司就暂时说 旅游都不用怎么想的了 而陆路呢 现在因为我们最近省政府 宣布短期内 我们都是要留守自己的所谓区域性 不要过界 那到了暑假就来了 而国内的航空公司 因为以往我们只有两间大型的公司 营运 而那些机票都相当贵的 比起国际航班来说 是的 那现在它也会减低班次 再商业商会少了旅客 或者所谓外国游客来到加拿大 那在生意上的角度 例如说 航空公司就会把价钱再调高 那时候我去做推广加拿大本地游 我都会有一个困难的配对 飞机票贵 你去东岸可能更贵 你又不是很想去 好了 短点的 近点的 我们讲本地了 或者去到我们洛基山 Alberta省了 但是你坐旅游巴士 我现在又担心着我们政府的政策 就是所谓social distance 所谓距离的坐法 一个巴士有50座位 你这么说 我错满 我的成本价就会低 我卖的团费都会便宜 是经济 但是如果政府会出的政策 要求我们有social distance 就是距离之间的问题 那我就是说 我的成本就好像航空公司 把营运的位置减低了的时候 我的成本价就跌高了 那我又不知道 我们现在本地的观众 或者游客方面 能不能够接受到 我们这个运作呢 现在我就不能够给大家答案 那你知道了 还有一样和大家 都很直接分享到 就是说 我们本地人 大部分的人都駕駛 你呀 Derry拿车 董事长 我拿车 是 那如果因为疫情的问题 心理上有个恐惧 就是所谓social distance 那个架 作来一个问题 你又可能未必有兴趣参加旅游团 你可能直接去 自家游 自家游 尤其是这一段时间 大家都留意到 那些 那些油 这么便宜 相对来说 之前温哥华 都叫做北美洲 全北美洲 都叫做 数一数二最贵 这也是一个诱因 可能那些人 情愿自己开车 一来就没有了 增加了social distancing 那样的感觉 是啊 二来就也是因为 那个costing 去入油 真的便宜了很多 那就变了 有得选择的话 可能就是开车了 是的 所以你刚才问我 关于旅游市的未来的挑战 那现在你明白 我为什么不回答你呢 给一支 那些 砍和草的那些刀 让我去砍 我觉得我们是接受这个挑战 因为挑战在前面的了 问题就是 我们看看用什么刀 用马赛 赛刀 你说砍和草的刀 还是什么 什么剑 雨天剑同龙刀 去砍它 因为 或者我们用小李飞刀呢 大把的刀好一点 情况是不是太理想的 不过当然了 你问我个人自己的提法 我们都会抱着一个希望 在旅游市方面 因为始终我们加拿大 尤其是我们BG省 就以旅游市为重点的 我们BG省四大工业之一 就是旅游无营工业 在这个旅游无营工业之下 其实带动了很多的零售 包括了酒店的运作 餐馆 或者是商店的买书 或者是买一些用具 就是很多的行业上 是带动了我们的经济效益 那我本人就是在这里 希望我们的省政府 能够体谅到我们的旅游界 那个悲惨的灾难性 是可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或者是一个支援的方法呢 令到我们这个行业 能够继续生存到一个行面上 去保持我们一班精英 和保持我们的旅游的需要 我就在这里再次呼吁大家 真的将来你们订计旅游节目 买机票也好 真的找回传统旅游社帮你做这个服务 就不要直接和航空公司订机票 因为直接和航空公司订机票 其实你不是一个消费者 是得不到我们P省 或者加拿大相关部门的保障 是一个消费者的损失 那和航空公司订机票 其实和旅游社订机票 基本上是一样 只不过很多时候客人误解了 这一分钟你看到那个价钱 和我们下一分钟看那个价钱 是有所不一样的 因为其实航空公司的票价 不停地调整的 调整可能是高和低 但就不要用那一剎那的一个价钱 去作为一个判死罪 就是说旅游社买机票贵了 其实不是的 只不过就是不同时空 不同时间 做同一样东西 就有不同的价钱 所以旅游社提供的服务 不是单止那张机票所谓便宜贵的问题 其实就是很多 关于国家入境 或者相关旅游的保险性的方面 或者配对上 或者Joseph 去中国玩完 然后去香港怎么配对 其实很多问题 我们可以帮到解决了很多问题 这是要有新体验 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Glanis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多谢你给我的机会 代表我们的行业 申诉了我们疫情的大灼烂 那我们就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一集的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 好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